好 所以在看國際議題裡頭 當然剛剛講中美 主要還是中美之間的關係引起的 而在南海前一陣子 前幾天剛剛發生有水柱去衝撞 船艇之間的衝撞 包夾 那麼最新就是來自於CNN記者 登上了一艘菲律賓的海警船 所看到的畫面 畫面上看得到 其中就有14艘 甚至其中有 雖然沒有標示 但他認為應該也是海警船的船隻 團團的包圍住了菲律賓的船隻 這有叫做航海戰術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那現在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地方降溫 菲律賓現在目前的方式是相對的 想要讓它降溫的感覺 不是再挑釁到沒有上限了 軍事專家分析 菲律賓的補給船能夠穿過 29艘的中國船隻 像這樣子包夾跟攔截 用的是什麼 說是用加拿大提供的船隻隱藏裝置 說這個裝置可以讓對方 接受到的雷達坐標 是假的 我這麼厲害嗎 那還有中國海警船說是這個 因為各種包夾行徑 讓菲律賓的受傷 造成了四個人的受傷 小馬可是這個時候回應 卻是相對的溫和低調 他說不會啟動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否則就要打了嗎 所以國際評論就會有個形容詞 叫做小鬼扛大旗 菲律賓的南海計畫 是要做個挑釁 美飛的共同防禦條約 要給菲律賓安全保證 但是要幫美國當馬前卒 好像沒有真的要打的意思 他當然只是做做樣子 讓美國能夠滿意 所以毛林才警告他說 飛方不要任由美國擺佈 當旗子 最後只會變成棄子等等的 剛剛很多來賓都提到了 美國大選大家都很關注的 影響台灣非常的深遠 拜登跟川普經過了 超級星期二的整個初選制度 已經大概另外對手也退選了 拜登跟川普對決幾乎沒有懸念了 被形容是史無前例的大選 再次對決 那麼美國現在史上的 任何其他選舉都不一樣 也是最年長的兩位候選人 但送給他們的禮物 是今天早上就收到了最新消息 雖然英美有聯合巡防在紅海 但紅海危機現在不但沒有解決 甚至英國青年運動軍 襲擊了紅海的一艘商船 這艘商船上第一次有造成的死亡 這艘商船上面被攻擊之後 被炸彈襲擊之後 造成了三個人的死亡 還有四個人的受傷 這四個人裡面有三個受到重傷 那麼就算有什麼所謂的英美聯合巡航 幫保護這個商船 結果也還是一樣 這到底是不是對於美軍來講 也是面上無光 那代表紅海的危機 現在更是仍然嚴峻了 那當然美國大選牽動三大地緣戰 南海 吳爾 中東 是不是也牽動美國內部對立呢 記得在3月19號左右 我們有一則這個大白話上面的內容 就是說有畫面 軍事輸送是美國德州內戰等等 有坦克車運往海外部署軍隊 但這些當時引用的媒體報導裡面 後來證實是假消息 美國的所謂當什麼討論很多嗎 內戰嗎 要發射的嗎 坦克車往邊境去移民問題 要產生終爭端了嗎 但目前的確移民問題 仍然是他們大選的重要議題 但有些畫面顯然很容易被誤用 跟引起所謂的大家的關注 所以川普第一次明確表態一件事情 說是他支持以色列攻打加薩 就像我們先前大家講的 所謂的以色列攻打加薩這件事情 是兩個中文候選人都一樣 態度是一樣 比誰激烈而已 這是過去他沒有談過 而這一次相對的主動的 來表達了這樣子的回應之外 在跟川普二度要對決 還有一件事情拜登被關稅 就是說他馬上要發表國情之文了 被形容這場國情之文 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 要說服懷疑他的人 因為懷疑他到底還能不能續任 到底還有沒有能力當美國隊長 其中烏克蘭第一夫人歐倫納 本來也被邀請要參加這場國情之文 不過他惋懈了 那被說可能是因為不願意 跟俄國反對派領袖一起遺雙 一起後見後 或者也不想激怒阻擋 原污法案的共和黨 那或不是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美國一直遲遲不給更多的援助 也有關係 不知道 但是另外在法國的部分 馬克宏訪捷克要討論軍援烏克蘭 那德國則是準備要恢復徵兵制 在歐洲國家的對烏克蘭的政策 現在也正在悄悄的轉變中嗎 而匈牙利總理說西方霸權已經結束 新世界秩序成形 什麼意思 西方霸權對於新世界秩序 正在就算儘管被迫加入地緣政治 例如北約要選邊 不能夠在獨善其身 但匈牙利仍然堅持自己的獨立路線 不會選任何一邊 要堅持走自己的路 我們剛剛前一段就提到了網易記者會 不過南海衝突顯然並沒有要 還是很多隨時可能擦槍走火 這個是大家國際上也關注的話題 對於美國選情來講 當然也是影響大的 亮哥 這個真的民主共和要成為核心議題 一定要有分歧 所以我不認為反中會變成議題 因為兩個人有共識 真正要有分歧 吵得開的一定是非常不一樣的意見 如一鳴 目前就只有三個政見 已經非常明顯有不同的想法 一個是惡物戰爭 一個是經濟 第三個就是反移民 這三個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民主黨想要再把反墮胎的議題 把它扯上來 共和黨故意散 不去碰 因為這個就是要鞏固自己的支持者的做法 就好像共和黨批評的要把反移民的議題 弄出來 那拜登沒有辦法不碰 因為這個是他的核心價值 所以我反倒認為今年的美國大選 反中不容易成為焦點 因為兩個政黨一間一樣 這樣怎麼能成為焦點 你要能夠得分一定是要去攻擊對方 所以拜登目前私分最多的事實上是經濟跟移民 另外一個就是烏克蘭戰爭 還有他兒子在中國做生意 那個都很有限 那個都很有限 因為你扯不到拜登 他兒子就抓去關 又怎樣 你只要跟拜登扯不上直接因果關係 你就很難過這樣去扯拜登 那拜登反中有比川普差嗎 對不對 所以共和黨 你是要攻擊他什麼 我講的是反中這個議題上 那當然有關巴勒斯坦那個戰爭 加沙戰爭 那個是造成民主黨自己內亂 可是我認為拜登認為這個議題 在六七月應該作為結束 可是烏克蘭就比較麻煩 烏克蘭能不能如願的結束 那這個一定是川普的主打重點 他認為這是 結束的不好看 對選情不利 因為這是無底洞 那你會不光彩的結束戰爭 那再次證明你的決策無能 可是加沙戰爭共和黨是支持的 那目前只是說引起民主黨內部群眾的內亂 那我認為拜登比較有把握可以處理加沙戰爭 他認為這個早晚會打完 那這個 那至於我們剛剛講的其他那些議題都沒有解 什麼經濟 他經濟分數很低 真的 反移民引起了共和黨的團結 然後烏克蘭戰爭他根本就到現在看不到方案 所以我是認為這種二度對決 國情之文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已經反映在你三年多的政策裡面 造成的後果 國情之文通常就是在那邊 為自己辯護用的 那個老百姓都不一定會看 所以那個有什麼用 對民調沒有用 所以他現在拚命的想要推出一些政策 可是又沒錢 比如說學代 學代他又想要對年輕人示好 可是沒有錢了 所以我坦白講拜登的選情是非常不樂觀 除非川普的官司一再勝訴 就是川普一再敗訴 因為川普一直到年底 有91個官司要打 那其中他個人要出庭的 據我了解至少有三個案子 他一定要出庭 所以民主黨就只有這個議題 可以把川普打敗 所以基本上都是人身攻擊 你知道吧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三個公共議題 我認為民主黨打不贏 因為移民真的是到處亂 你那個拜登陣內 變成200萬個非法移民 川普下台的那一年 2019年才40萬 你怎麼去說這個呢 你一定輸的 所以我認為 未來那個人身攻擊的部分 會越來越明顯 但鴻海危機當然也還沒辦法解決 全球公益鏈一樣受衝擊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南海衝突 一直不斷有新的事件發生 以新NN最新的報導是說 十四船一起包夾 像這樣的畫面是一再的在發生 楊老師 菲律賓本身 小馬克斯本身的態度 是反反覆覆 其實基本上很明顯透露出 他是在美國的支持下 要做一個控制 要遏制大陸在南海 大陸在南海 其實就是南海行為準則 南海行為準則就是道理很簡單 就是主權明確 然後利益共享 這個講起來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認知這個現狀 然後這個國際關係上講的是實例 這個小馬克斯發覺事情太過火了以後 他就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另外你這邊提到加拿大的高科技 我跟你講他這個 你光看這個照片就知道 他們都是短兵相接 根本沒有什麼雷達什麼這種 這個沒有必要 你看照片就可以看得出來 牧師就看得到 就已經插到了 然後如果沒有阻隔的話 基本上的話就產生了一個感覺 你就會覺得菲律賓其實是在 我這樣子講直接一點 就在美國的指使之下 就給大陸添一點亂值 然後日本就提供船 然後菲律賓的話就提供人 菲律賓在南海其實每次都看到 有很多不是拍Selfie的 就是拍這種新聞記者看到的 基本上感覺上就有點像是 開Party一樣這種感覺 所以實際上來講 我覺得他也不會成什麼事 因為大陸本身來講 就是用絕對的優勢來壓制他 所以歐洲這邊的情況的話 大家其實有個消息滿值得注意的 就我覺得馬克龍現在的話 感覺上像 講出來的話就像吃錯藥一樣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有幾個目的 在這邊說清楚 首先第一個 就馬克龍講的話 就是說北約的話要派兵 參加俄乌戰爭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要逼美國表態了 美國嚇一跳 美國馬上反對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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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回事 另外的話 這個在歐盟當中 法國從英國脫以後 法國變成唯一擁有核能武器的國家 他有想要拿這個領導權對不對 那馬克龍講到說是我要再做拿破崙 就剛好今年又是拿破崙 四世兩百年的紀念 所以說這個基本上也是可以理解 然後第三個的話 我覺得德國要恢復兵役制度 那真的在歐洲是個大消息 就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德國是有潛力 跟那個要扮手挽話 我覺得法國都不一定能夠敢跟俄國真的來 但是德國如果要恢復兵役制度 你知道什麼叫兵役制度嗎 原來千方百計就不讓德國擴大他的軍事力量 你現在居然藉這個機會 德國要恢復兵役制度 他到底想什麼 到底要幹嘛 德國有八九千萬人 你知道嗎 那個二十大戰的教訓不夠嗎 大家要小心軍國主義恢復 德國要是能征兵 日本不行嗎 那這樣的話這個世界成什麼世界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美國大選在國際議題特別的多 從南海開始到台海 各種的衝突 戰爭的爭端 都在他們這次選情的議題裡頭 委員 是 南海出的這一艘能夠專得進去 有很多的傳聞 包括加拿大之中 還有包含美國的這個電子作戰來襲 沒有 它很簡單兩艘被攔 一艘就是因為載有水泥 這個情報很精準 所以那一艘被攔下來了 另外一艘是在食物補給 那個是人道 所以他把它放了 也就是說菲律賓的船 講難聽一點 從離港的那一秒鐘 人家就已經清楚 哪一步是哪一步是什麼 就好像台灣的船要去釣魚島 從那個什麼 從蘇澳港出發的時候 日本就已經知道了 這一樣被窮投到我前程是被掌控的 所以不必形容得那麼神 放的是因為是人道補給的 攔下來的是因為有水泥的 而且裡面有一個高級將領在裡面 再過來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我們這樣講 在中國大陸有人問說 誰當選怎麼樣子 大陸的回應很簡單 反正兩碗都是毒酒 毒酒 有毒的酒 兩碗都是毒酒 而且更重要的是 對川普他們一點都不擔心 因為他已經幹過四年 所有的行為都有準則可言 是可預判的 川普比較難預判 沒有 一樣 四年下來 因為人的行為處事 江山一改 本性難以 已經可以猜測 他四年前真的沒有人猜測得到 沒有幻想